综艺节目《闪闪发光的你》中有这样一个话题,职场中要不要做老好人? 很多人都觉得,职场也是小江湖,要讲究人情事故。 凡事忍一忍,让一让,结局总会万事大吉。 可马东却一针见血地指出,职场不是做人的地方,是做事的地方。 你若总想着讨好别人,不仅会把事情搞砸,还会在无效社交中消耗自己。 因为人总是贪心的,你表现得越善良,就越容易被人欺负。 你越是甘于牺牲,就越会有受不完的苦。 这些隐形类号,靠人是没用的。 身为职场老好人,你可能也有过类似的经历,同时让你替他值个班。 你宁愿推掉自己的与会,也要硬撑下来。 下属有搞不懂的问题,你哪怕放下自己的工作,也要为其解答。 跟你负责同项目的人,让你帮忙修改方案。 你马上搁浅自己的计划,加班加点的干活。 本以为帮了别人,能换来对方的体谅和尊重。 可结果呢? 对方不仅不会感激你,还会把你当成工具人,随时都来麻烦你。 说不出拒绝的话语,你就只能被人家消耗,无限透支自己的身体和精力。 作家若珊讲过同时老吴的故事。 老吴是若珊的学长,在学校时就以热心出名。 两人一前一后进入同一家出版社。 老吴对同事们有求必应,人送外号万能工具箱。 有一次,有同事听说老吴英文很好,便想让他帮自己翻译一篇医学文献。 老吴一口气答应下来,可未曾想到,专业文章的翻译难度远不是自己所能驾驭的。 那几天,他一边后悔答应了同事,一边有熬夜查资料,肉眼可见地憔悴了许多。 最终稿子出来,老吴还是觉得拿不出手,他只好请专业机构重新翻译,事后也没有告诉同事。 若珊问他,你这是何苦呢?浪费了自己的时间,还花了不少钱。 老吴却说,既然答应了人家,就不能让人家失望,更重要的是,不能让自己的人设崩塌。 就这样,老吴靠谱的名声打了出去,越来越多的同事来找他帮忙。 老吴还是笑嘻嘻地接受,事后想尽办法去完成。 看似每次都很轻松,可只有若珊知道,多少个夜晚,老吴都发愁地睡不着觉。 为此,他还染上了抽烟的陆席,搞坏了自己的身体不说,自己的工作也受到了影响。 美国康奈尔大学做过一项调查发现,那些过度随和的人,并不会给他们带来和谐的人际关系,反之,只会得到别人的轻视。 身在职场,我们最应该做的就是对自己的工作负责。 踮起脚尖帮别人,你不仅得不到感谢,大概率还会搞砸自己的工作。 职场本就是势力的,你来者不惧的姿态也许能换来短暂的崇拜。 可过分无私,只会让对方觉得使唤你没有成本,加剧对你的缩去。 忍到最后你才会发现,恰恰是你没有底线的付出,最终把自己架到了火上,让自己进退失聚。 在网上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词,聚伤,意思是拒绝的艺术。 很多时候,我们觉得上班内,并非因为工作太繁重,而是因为你聚伤太低。 不好意思拒绝不合理的要求,结果就只能自己为难自己。 你要做的不是在妥协与反击之间犹豫不决,而是让对方知道你也有拒绝人的实力。 当你不再为了任何人委屈自己,就是你跳出精神内耗的开始。 加德勒公司的前总裁奥哈根,刚进公司时也对同事们有求必应。 可时间长了,他发现自己非但没学到新东西,还在人情往来中消耗了太多精力。 同事们对他的付出越来越理所应当,他开始感到焦虑,情绪也越来越压抑。 有一次,有个项目数据出现了问题,需要有人检查错误。 同事便以奥哈根细心为由,硬把任务塞给了他。 那时候,奥哈根已经工作里天,脑子变得十分混乱。 看着那一排排数字,就像是一个个扭曲的小虫子,奥哈根只感到头晕目眩。 可同事却仿佛看不到他的辛苦,每隔半小时就来催促一次。 见他久久查不出结果,同时还开始不耐烦,说整个团队都在等,别因为他耽误了大家下班。 原本还想着忍忍的奥哈根,听到这话再也忍不住了。 他大喊道,你这么着急的话,自己检查就好了。 我又不是欠你的,以后再有这种事,也别来找我了。 从那以后,奥哈根像是变了一个人,他不再对别人的请求照单全收,而是腾出时间来提升自己。 变得冷漠了,他的内心反而很畅快,很多负面的想法也都慢慢消失了。 就这样,他专注在工作上,业绩越来越好,薪水也水涨船高。 没过几年,他就从基层员工攀升到了总裁的位置,在事业上大获成功。 回想起这一路走来的经历,他感慨道,只有你自己精力充沛,才能为别人付出。 好比一家银行,如果只出不进,最终会破产。 工作越久越明白,很多心理上的压力,其实都是自己给自己带来的。 你想要每个人都喜欢你,心中就不可避免会自生担忧和恐惧。 而由此产生的委屈求全,迫不得已,都会一点一点蚕食你的生命力。 对于不想做的事,敢于拒绝,亮出底线,反而能让你摆脱很多纠缠。 当你变得不好惹时,就没人敢来消耗你。 心理学家哈利亚特·布莱克曾表示,自己会在工作邮箱签名中备注自己的岗位内容。 一来是谈合作时,能让客户清晰明了自己的实力。 二来也是建立自己的职场边界,让同事明白,超出自己职责范围的事,自己不干。 他只与少数几个和业务相关的同事保持联系,这让他做起事来非常高效。 而省下来的时间和精力,还让他在工作之余,写出了好几本优秀的书籍。 纵观那些职场精英,没有一个是卑微的老好人。 他们懂得给自己立规矩,更明白要在别人面前立威严。 明确了工作的主线,就不会再为人际关系而苦恼。 陈道明被誉为圈内最清高的男演员。 原因就在于,他工作时永远只专注于自己的剧本,对维护关系丝毫不感兴趣。 1990年,微城火了以后,别的演员都在和导演周旋,希望能借此多接戏,多露脸。 只有陈道明闭门谢客,哪怕导演踏破门槛,他也不会因为人情去接不喜欢的剧本。 在拍戏过程中,陈道明看到有些演员有些敷衍,他也不惯着,直接就指出对方的问题。 尽管陈道明如此严厉,很多和他合作过的人还是对他赞赏有加。 演员将一眼说,他骂我,我很害怕,可我觉得他像父亲。 而导演冯小刚则评价他,是一个只肯在戏里低头的男人。 正因如此,陈道明的演艺事业一路高升,他的成绩至今仍难以被超越。 少作一点不会死中写道,你必须牢记对自己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东西, 而不是对别人来说最重要的东西。 无论做什么工作,你都要明白,职场不是交朋友,谈感情的场所。 有些情谊并非像你想象的那般重要,有些关系也不必花心思去维护。 对于消耗自己的人,不忍,不让,不受其累。 明确工作的目的,提升自我的价值。 只有你自己强大了,你才能在职场之路上不断晋级。 美国心理学家亚当·格兰特将职场人群分为三种, 付出者、获取者和互利者。 他通过研究发现,在各行各业中,最大的失败者往往都是付出者。 因为他们不懂拒绝,导致技巧变低、节奏变慢, 在人际关系中耗尽了精力。 事实上,职场是很残酷的。 你若总是为别人付出,就注定没办法做好自己的事。 盲目压榨自己,别人不仅不会同情你, 还会在你失去价值后无情地抛弃你。 想要工作便好,你要做的是认清自己的职责, 分配好有限的精力。 不再为人情事故内耗自己, 你才能在职场中混得风生水起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。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, 不要吝啬你手边的点赞。 你也不妨订阅、分享及在下方留言。 我们在下个视频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。